日本时代留下来的金库 他是日本人做的 然后都有打上那个制造人的 谁制造人名字有打出来 当初 可是他调那个号码是日文的吗 还是 现在是没有人知道密码 所以没有人敢动 所以打不开 里面到底放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 然后听说他这个里面